欢迎收听民国小说《结婚十年》 作者苏清 演播宇天 第八集 母亲知道我不能够在这里常住 便不知道该如何疼爱我才好 把各式各样的小菜点心都弄给我吃 天天计划着如何替我散心 他还劝我不妨到各亲戚朋友家去走走 一个人在受拘束的时候 似乎只想自由 只想天天向各处奔跑 但一旦自由到手了 却像刚出笼的鸟 四顾茫茫 瞧着这个偌大的世界 简直不知该飞往何处才好了 天气又热 油腻腻的东西吃不下 甜吃得多了也自作酸 除水果开水外 似乎并不想吃什么 而且吃得多了也不好 但是母亲的圣意不可辜负 我只得勉强一口口吞下去 直到肚子里面要呕吐了为止 母亲很疑心 这些东西还不够好吃 但是我对于她的太多殷勤 实在有些不耐烦了 有时也很想到个人家去走走 但早晨起来梳洗完毕 太阳已直晒下了 持伞遮阳不方便 任晒着 使皮肤变成黑色 总也不大愿意 而且动不动出汗沾衣 一件漂亮的长衫 只能穿一二次便要洗了 洗过便没有原来的好 而且还有一个最大的原因 就是现在我到别人家去 人家都是以成人之礼带我了 捧茶捧烟 十分客气 我去时得带些礼物 出来时又需赏钱给佣人 若遇见某种小孩 还需给以糖果钱之类 这笔开销 却也不在少数 我在家 公婆没有零用钱给我 不过县城茶饭 衣服鞋袜俱全 一切都用不着添购 只逢节赏老黄妈奶妈 一二元钱便了 这钱是我在C大读书时 用剩下来的 在赔财拿来的钱 每月竟是用去无剩 这次回母家 又给了灵妈及徐家用人 共三块钱 剩下的就不过十元钱了 有时出去坐车子 又需挤脚钱 有出无尽 看着着时有些为难 不知怎的 我现在竟不敢开口 向母亲要钱了 偶尔有一次 母亲问起我 灵钱够不够时 我心慌极了 很想识说 结果 仍是红起脸来 孽如荡 还 还有着呢 交书赚来的钱 母亲也就信以为真 不再提起了 我又怎么可以告诉她 这笔钱 也是全买了东西 孝敬公婆与姓姻了呢 因为我就从来没有余力 可以买东西 向她承欢过呀 做人真是悲哀的 姑娘出了阁 连同娘都生疏了 也许母亲 也是个人自知其苦吧 股价不值钱 开销又大 她一个女人家 没有了丈夫 又有谁来给她赚钱 想到这里 我真觉得惭愧万分 网读了这许多年书 不但不能够经济独立 连跟母亲买根拐棍 也自不能 不 是不为也 非不能也 大概还是因为母亲不在乎 而公婆姓姻 却非先行敷衍不可 我这没良心的怯懦的女儿 但是母亲 却绝不肯这样想 她只觉得把我嫁得太早了 没吃足娘家东西 恨不得要在这几十天内 把我填足才好 我说吃不下了 母亲滴泪道 儿呀 别同娘别扭吧 你是再住不到几时了 时间越匆匆 便越应该好好谈谈 然而天晓得 我同母亲 竟已是没有什么话可说的了 假如我说 在夫家如何如何快乐 说得不像 她不相信 说得太像了 她又不免有些难受 假如我说 他们全家都如何 对我漠不关心吧 那是她听了 更要放心不下 却又不得不放我归去 从此 永远要牵肠挂肚呢 我真不知 该如何同她讲才好 日里头 理智清楚的时候 我总是说 公婆明亮了 丈夫也不坏 小姑颇事大体了 诸如此类的话 到了晚上 一灯黯然 与母亲相对 总觉得 不由得不悲苦 从中来 只想倒在她怀中 痛哭一场 告诉她 我是如何委屈着 委屈这样 但是我得节制自己 只说一点点 丝毫没有谈到事实上去 但是母亲 已经身自察言观色 知道我要说的 不是好话了 就是颜色指住我的开口 恐怕给后房 林妈听得去 到各处说笑话了 到底还是体面要紧呢 我暗暗地恨着她 因此 当她在日间 无人窥听时 询问起我来 我却一脸严肃地 不承认了 她不会了解我 就了解我 又有什么用呀 而且 她也似乎并不很想了解我 她只忙着做吃屎 填饱我肚子 恨不得一下子 能把我塞死在家里 这才安心 她也不肉痛 把黄金解释的骨子 一旦旦贱卖来的钱 去换油腻甜透的东西 吃了只使人闷胀 有时还做酸 有时候 东西吃不完 她恐怕过夜变坏了 忙着遣灵妈送过去 给徐太太吃 凤猪小姐吃 却不提起徐秀才 不知道 她是视力 亦或必嫌疑 我心里想 徐家母女俩 是再庸俗不过的庸俗人了 一些可爱之处都没有 干嘛要把自己辛苦 做好的东西给他们吃 就是你舍得 我还舍不得呢 因此 当她第二次做新鲜吃时 送到我跟前时 我就赌气转过脸去道 我一些也不想吃 你都拿去 叫灵妈送给徐家母女吧 我的母亲委屈地望着我 她不懂徐家母女 究竟得罪过了我什么 她这提心吊胆地恐防我再说 会给灵妈听了去 搬弄是非 可怜又可恨的母亲呀 你何不省些气力 再连下躺躺 乘乘凉呢 何必在大热天气里 忙这样 忙那样 惹得人心头也烦起来了 假如你不把这些钱 花在我身上不放心 何不就爽爽快快给我钱 也让我像出荣鸟儿般 在夜天空上 长阳盘缓几时呀 但是你固执你自己的主见 突然恼着你心爱的孩子 却让不相干人 实战到好处 灵妈跟着你 为了我忙这些天 我总不能不多给她几个钱呀 想到了钱不够 我更满心不快活起来了 母姑母早上来 意思不是说 母亲为我花了这么多钱 我似乎烧欠尽孝思吗 呸 钱是我母亲的 她愿意不愿意为我花 又干你们亲戚屁事 好像一个没有出嫁的女儿 可以自由使用家里的钱 出了嫁 使用起来 便要看合理不合理了 比如说 办嫁妆是应该的 此外 母亲再要给我几匹布 就得偷偷的了 四杠铺阵 二十四条背 十六对枕头 假如母亲赔不起 她们亲戚 情愿借 但是以后母亲 若要再送我枕头或背的话 就得瞒着她们 要不然 先向她们解释理由 东西 还是母亲的东西 但是女儿 已经不全属于她了 她得替女儿装体面 女儿也得替她装 不是女儿自己替她装 而是女儿的婆家 也不一定 直接与女婿有关的 我不得不感谢我的公婆 她们总算没削我面子 也不曾使我母亲 在众人前丢脸 我母亲是个要强的女人 她可以自己节省吃苦 但却不肯让人家 道声不适呢 当然 我要体会她的苦心 我得对她略尽孝思 即使在最最没钱的时候 我是母亲的女儿 宁可委屈自己 不应该委屈了我母亲 即使委屈我母亲不妨 也要在没人的跟前 我不能让她给五姑母 徐太太 以及一切一切的 亲戚灵芝笑话呀 我要钱 我的钱不是为她花的 而是为她而花 给我们的亲戚灵芝看的 于是我想了又想 哪里可以去找一笔钱呢 出卖自己的牢里吧 没人要 倒还是东西值钱 但是我的东西有什么呢 这家里有的是书 是我从前在学校里读过的 有的是小玩意 是我从前在店铺里 精心选择来的 有的是旧鞋旧袜之类 都是我从前吃喜酒 拜生日 穿着出风头过的 向而至于我的各种 样式孩子的玩具 都是我从小玩下来的 有着许多许多的纪念意义 然而现在我出嫁了 这些东西没有资格 例如价装向下 他们不能跟着我过去 这就完了 永远不会再是我的了 虽然我也知道 母亲留着他们没有用处 而且绝不吝惜全送给我 假如我开口 她会心甘情愿地全让我拿走的 只要没有人看见 而且以后 也没有人会记住问起 但是我不能够 他们的心眼多狭小呀 记性多老 他们会背地击笑我母亲说 哎哟 怎么她家大小姐 还说婆家好好的 连这些破烂剩下来的东西 都要拿去 我将如何替母亲洗刷去这侮辱 就再捧回来 也不成了呀 因此 这些宝贝东西 现在都遗留在母亲那边 母亲失去了女儿 只能不时抚摸着这些东西撒泪 衣服舍不得拆掉当李子 宁可黏黏晒 书虽没有用 但总是女儿念过的 收起来尚且舍不得 更何况说卖呢 沉吟了几次 我终于盛装拎起皮切子 出外看朋友去了 回来时 我替母亲买了些东西 不是吃的 而是耐久不坏的 可以让她随时留着 告诉亲戚邻居厅 让他们知道 女儿这番回家 着实禁过些笑思了 她的骨子卖掉得不冤枉 某家某家的小姐 哪急得上我呢 于是他们都嫉妒地听着 心里不相信 巴不得找出些不合处来戳穿她 然而找不到 东西真是我买来的 林妈是证人 五姑母似乎很失望 徐太太则是担心 愁得放诸 将来不知道 会不会不及我 终于当天晚上 婆婆家差人来说 后天少爷要回来了 明天当来 接新少奶奶回去 我的母亲 红着眼圈 没说话 她到那边去接我 是用请示式的 问婆婆 可不可以放我回来 而那边向她来说 则是通知式的 说要回去 便要回去 总不成留下女儿过一辈子 总是人家人呀 当晚 母亲吃不下饭 她不再忙着做吃事了 只强装着笑容 替我整东西 因为我自己 不好意思怪热心事的 收拾起来 要想回夫家 我拉住她的手说 妈妈 你别太累了 急什么 她说 东西点齐 顶要紧 否则 偶然少了件什么 给你婆婆发现出来 她嘴里不说 心里总猜是 通到娘家去了 还要怪你有二心呢 我默默不答 赶紧放了她的手 自己做到登案出去 她也猛然觉察到了 问道 你的一只 红玫瑰宝石戒呢 我的头 直低下去 我的宝石戒 已经卖掉了 笑丝 便是从这上面来的 但是我怎能说出口 两久两久 集中生智 想出一句 很大方 很漂亮的措辞来回答道 那天看朋友去的路上 不小心 掉了 她似乎很惋惜 但是却也不十分着急 仿佛是胸有成竹似的 一面整理我的提切 一面轻轻向我叹息道 这也怪不得你 才只二十岁呢 终究是一个孩子 我心里很难过 也很惭愧 又有些着急 明天婆婆 不要以为我母亲 收了脏吧 东西原是我母亲的 她给了我做嫁妆 便由人家管束了 我不知这一夜里 我母亲是如何过的 我只黯然了一会儿 也就睡着了 次日婆家差人来街时 母亲已买好一大堆 包头糕饼水果之类 让我去还礼 看上去 好像比我前次带来的更多 林妈拎着这些东西 推到车上去了 母亲拉我在后房 面对面站定 眼中擎着泪 但却不肯去开 恐怕给我注意到了 其实开也开不尽的 她的泪 也许满肚皮都是 一直往上涌 连喉咙都塞住了 这使劲拉起我的手 把一块硬的凉东西 按在我掌中 一面乌液道 这有一对 这是 是我预备归西时带 带了去的 我不忍再赌 她又把我推出去了 我只紧紧捏住那东西 上车的时候 我给了林妈十块钱 林妈笑得何不拢嘴来 想崩脸装出西别之状 却是不能够 我母亲则是只想装出 坦然很放心的样子 别的倒还像 就是眼泪撑不住 纷纷落下来 我也想哭 但不知怎的 却哭不出 嫌明天就要回家了 直到车子去远后 想到自己手中 还握着块硬的 但是已经不凉了的东西 才定睛看时 原来确实只与先前一模一样的 我母亲本来预备 她自己带着入恋用的 红玫瑰宝石剑 我的泪 躺下来了 回到婆家 一切都交代过 心境略带些凄凉 只有两件事情值得兴奋 第一便是微微会学走了 扶着碧儿摇摇欲跌 令人心慌又觉得可笑 有时候她也会逗人 眉毛一条 眼睛灼灼望着你 不由得你不拧她一下 第二便是贤又要回来了 虽然我想 这与我又有什么大关系 终于把自己明天要穿的衣服 略为考虑了一下 我穿着件纯白纺绸的 窄短袖高领长衫 边沿一绿香上 淡竹叶青颜色的滚条 那时太阳从窗格子里吐进来 我笔直站在镜前 正端详间 瞥见另一个奇长的影子 突然从身后转了出来 那是闲 早来得出乎我意外 今天传到得特别早 她笑嘻嘻说 爸妈还睡着吧 我说 也许 又说 我不知道 她笑了 伸手想摸我的下巴 我不禁抬眼瞧了她一下 这次似乎黑了 更高大了 胸膛挺直着 很有男子气概 当她的手接近我的下巴时 我嗅到一股香烟气味 那是不好闻的 但是无疑的却带些挑拨性 我闪开了 于是她又笑了一笑 自到床檐上坐着伸个懒腰 我稍微有些舍不得她就此甘休 但也没办法 难道不成 自己到走拢前去凑着她说话 因此 一时间 大家都静默起来 梁九 她闲着脸说 亲妹 你看我这半年来 可有什么变化没有 我说 你似乎 身体好得多了 她告诉我 那是因为 她勤练太极拳之过 又不尽女色 她说着 腻了我一眼 所以啊 便容易结实了 我不禁脸热起来 按骂一声下流鬼 忽又想到瑞仙起来 于是我吞吞吐吐地问道 那么 你不到卢 你的外婆家去吗 她马上就觉得了 故意不动声色地告诉我说 她是常去的 而且还听来一句笑话 千万别告诉人 便是瑞仙进来 忽然同她自己的哥哥 有些不清不白 常常打扮得妖精似的 回娘家去 窜夺着自己娘 把佣人辞歇了 好让那嫂子 忙着干烧饭 倒马桶等营生 她自己 却翘起一只腿来 搁在她哥哥身上 讲风流笑话 我虽不全相信 贤所说的 但瑞仙那种人 必定做得出那种事来 却无疑问 难道这是为了 她学打太极拳 和不尽女色之故 使得瑞仙 灰心透了吗 我想问呢 但却又不好意思问 只得默默去定了她 她也觉得 虽淡淡一笑 油嘴闹 我的心里只有你的 亲妹 到夜里 我暗暗自己 计量着 还是同她 照常亲热的好呢 还是让开身子 与她显得远一些 哪知她 毫不犹豫地 捧住我道 亲妹 你不要胡思乱想 我练了半年太极拳 正是为了你 为了这么的一天呀 那天 她就对我说 她要带我到上海去 时时刻刻 月月年年 永远同我在一起 次晨 我清早起来 脚步觉得轻松了许多 一面滴滴哼着歌 一面自己梳洗了 静下楼来 楼梯脚下 瞧见微微正在 一个人爬着起步来 奶妈同老黄妈 却连一个影子也看不见 我不觉恼了 高声道 奶妈 还不快来管微微呀 石板地上跌了一跤 面上作疤可不是玩的 奶妈似乎在厨房里 应了一声 但却不见出来 我赌气自己抱起微微 镜子冲进厨房里来 原来她与姓英 老黄妈三人 正忙着捏糯米团子 芝麻蟹馅呢 奶妈瞥见我来了 慌忙把一双 沾满芝麻蟹 与糯米饭的手 用抹布乱擦一阵 伸手想向我怀中 接过微微来 被我连声喝住道 哎 你瞧这是什么脏东西啊 还不快去洗净了 等会看微微的衣服 给你弄脏了 奶妈没意思 善善地自去摇水 信英却铁青着脸冷笑道 哼 这脏东西 连是我一片诚意 想孝敬哥嫂的呢 原来嫂子你嫌脏啊 等会儿哥哥又不知将怎么说了 我不该坦然说老实话道 这种用手捏着搓着的东西 你哥哥恐怕不肯吃的 除非莫对他说 信英的嘴唇直撅到鼻孔上了 一歪脸道 脏手做的给我嫡亲哥哥吃 他还不会嫌脏 要外头人来瞎讲 我把微微直灌给奶妈 静自走出厨房来 一面大声喊道 你既同狄亲哥哥如此要好 又让他讨外头人干嘛 看我今天禀过公婆 把微微丢给你们 救回娘家去吃口苦饭 也不会饿死吧 正嚷尖 闲揉着眼睛一面打哈欠 一面懒洋洋下来咬洗脸水了 他也来不及问我一声什么事 信英便抢出不出来 想扯他进厨房去看 他的手上沾满糯米团与芝麻屑 嫌连忙闪开了 他更加气愤愤地逼他一同去瞧瞧 一面说 这些糯米团子 我想做给你当早点心吃 不知你究竟会嫌脏不 他不知旧理 只睡眼惺忪地连连摇头道 哎哟 糯米点心 我此刻不想吃 吃不下 信英啪的一声 把一个糯米团子直摔在他脚跟 冷笑道 哼 你不要吃 狗也会吃的 畜生毕竟比人时的抬举 闲睁眼看了他一下 莫名其妙的 睡魔倒给他吓退了不少 但也不答话 只自在湖中倒了水 捧着脸盆进上楼去 走过我身旁时 低声问道 他究竟为了什么呀 我漠然不语 只自在湖中倒了水 捧着脸盆进上楼去 他也懒洋洋地拖着脚步跟上来了 只见信英仿佛在背后一连串冷笑 哼 我才不为什么 你却给狐狸精迷幻了头脑呢 从此我就同信英再不说话 闲相没事似的仍旧找他玩 他起初满是怨恨冷淡的样子 后来忽然改变主意 同他分外热络起来了 像是故意在气我似的 我瞧着很难过 怪他 也怪闲 他们毕竟是手足呀 好几次 信英再同贤谈起瑞仙 贤似乎真的不大感到兴趣了 于是他又谈起别的 他所认识的漂亮女郎 贤虽也听着 却并不起劲 这还使我稍微安心一点 久而久之 公婆似乎也知道这些了 遇见信英在和贤剧谈的时候 他们总是借故 叫开信英去 恐怕离间我们夫妇 有一次 公公忽然对贤说道 你明年 也快要毕业了 只差两学期 得好好用功一番 学校里寄宿 恐怕太嘈杂吧 我想呢 假如有相当房子 还是让怀亲一到 跟你到上海住去 你上完课回家时 他也好静静地帮你抄写抄写 微微留在这里 我们会替他管呢 贤没有说话 公公便自写信去托卢家找房子了 不到几天 卢老太太便叫阿唐写信来说 房子找到了 在北四川路地段 与贤的学校甚相近 公公听着很欢喜 于是我们天天计划着 该带些什么东西去 公公说 第一 不用带木器 翁城人所坐的床了 梳妆台了 通通太笨重庞大 上海房子肩份小 只想放下两三件 便要挤出人了 至于其他零星的用具呢 不妨多带 自己的东西 终究是自己的 用着也舒服 于是贤同我 便找出张纸头来写 他说一件 我们写上去一件 偶尔也有自己想着的 我对贤说 我们写时 最好能够把东西分门别类 厨房用品归厨房 卧室用品归卧室 贤讲这样也好 但公公却觉得 如此太麻烦 譬如说面盆吧 则卧室方面 有洗脸盆 洗脚盆 而厨房方面 也需要洗杯盆 与洗碗盆呢 其他如扫帚 抹布等等 都是分不开的 写起来 反而弄不清楚 于是我们也点头同意 还是一篇糊涂账 乱糟糟地只写下去 婆婆并不理会账 她却是个实干的人 她把想出来要带的东西 马上就放到一间空房里去 想到就做 省得过后又忘掉 公公常去视察那间屋子 见有认为不必要的 她就自己拿出 也不对婆婆说之 隔天 婆婆在外面 看见那件原东西 以为是自己忘记放进去了 赶紧从又放到那去 因此他们两人 你搬进 我搬出的 不知空忙了多少手脚 在房里 我与贤也商量着 衣服皮箱该如何带去 贤说 这个倒是容易办的 你就先带夏秋两季的 单薄衣服 冬天大衣被垫的 我们索性下次再来拿吧 只是你的灵星东西太多 有许多不必要的 我看呢 还是一起撂在这 我说 衣服少些 我不要紧 但是玩意儿 都是我逐日心爱挑买来的 不带去 你上学校听课时 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寂寞起来 拿什么来消遣啊 贤说 你要带也随你 但是轮船相当挤的 在路上仪式弄坏了 我不管的 我也生气的 谁要你来管 我们就到了上海 也最好大家各管各 你读你的书 我去找事情做 我不能忘记我们离开这家里的一天 母亲处虽然隔日去辞过刑 但那天还是赶了来乡送 要带去的物件 叠在起座间 整整齐齐的一大堆 这些东西都是公公同婆婆 贤同我 四个人拿进又拿出 费了差不多一个月功夫 给整理起来的 现在箱子里 包裹里 究竟有着几件物事 个人自己 也着实弄不清楚了 公公说 这是不打紧的 只要牢记建树就得 这只轮船的茶房 贵生 同他最相熟不过 人很规矩 绝不会有错 下午开船时 他会来这里拿去 到了上海 他会给我们送上 只要多给酒资便了 婆婆说 别的 我倒没有什么不放心 就是怀亲年纪轻 初次管家 不知管的来否 听说上海雇佣人 可不比到这里 容易出乱子 我母亲连忙接道 啊 既然如此 就把林妈 给他们带去吧 我自己另外会找 这人倒还凌厉 于是临时决定 母亲匆匆上车 去把林妈接了来 她也带一只网篮 一只包裹 由婆婆 同她奖定 每月工资四元 在恩城中 只有二元至三元的 那天 薇薇打扮得特别漂亮 奶妈牵着在人丛中 穿来穿去 我母亲看见了 就拉着她的手问 薇薇啊 你跟妈妈到上海去 好不 薇薇一面扎嘴 一面摇着头 两只小眼乌珠 灼灼地直射着婆婆 婆婆喽 她在怀中连说 哎哟 心肝要跟奶奶呢 一面惊不住 眉开眼笑起来 只有姓英 始终僵立着 我怕见她的脸 举手仅仅这几个钟头了 心想 也该有些留恋 惜别之情吧 但是我一瞧见她的脸色 就不由得只希望 贵生茶房早来 自己也可以迅速离开此地了 不过话虽这样说 先放着公婆母亲在这里 总也不能够太叫她们寒心吧 动身时 我的母亲满框是泪 微微呆呆望着 不知所云 公婆脸上 也都呈悄然之色 信英则似乎感到痛快 也似乎带些忌妒 闲的脸上 看不出什么来 我则有些兴奋 也有些畅妄 瞧了眼微微的小脸 也就随着贤 下船去了 轮船上 是嘈杂的 但一离开码头 也就平静下去了 贤说 陪你到甲板上去瞧瞧吧 我快乐地 我只点头 于是留下琳妈 看守食物 我与她两个 就同去观海 出了港口 海面骤然显得宽阔了 远远的岸 像条青线 海水 则是黄苍苍的 暂时前去 连线也不见了 一片滔滔 荡漾着无量海水 把我瞧得惊然起来 我说 仙呀 假如此刻轮船遇了险 渐渐地沉下去了 我们将怎么办 她笑笑道 你怕吗 我偏着头想了一想 才毅然回答道 假如有你在一块 我是不怕死的 她说 但是我也不能救你 我也知道她没有办法 但觉得 两个人死在一块 比一个人孤零零死去的好 渐渐地 天黑起来了 海上凉风 吹得人畅快 贤说 你要进去 加穿件衣服吧 我摇摇头 只默默瞧着 这无量的海水 渐渐黑沉起来 欲显得深 欲显得广 仿佛全世界 都遭了洪水之灾 只有我们两个 在救生船上 我说 贤 你到了上海 可不要抛弃我呀 她凝视着我不作声 眼光似乎在 禁止我胡思乱想 但是我又怎能 不胡思乱想呢 抛别了青生女儿 抛别了娘 抛别了一切 心爱的物件 跟着一个 生疏的丈夫 到上海来 前途真是茫茫然的 海面是这样的宽 海风是这样的凉 整个世界 都黑沉沉的 我觉得脚下松松的 人像扶着 又仿佛在飘 心里老害怕 假如她不大关心我 假如 她只关心着瑞仙 假如她有了什么意外 这可怎么办呢 我真急了 原来我在恩城时 先是有母亲照顾着 后来有公婆照顾着 他们虽然不能万事 尽如我意 但是总还可以 给我依赖 使我信任 现在呢 闲的性情 我不知道 虽说我们结婚已两年了 而且已经养了葳葳 但是我总不能十分信任她 虽然在事实上 也许不得不依赖她 那么我该去找谁呢 在大海茫茫之中 我只能想到此刻 独守在舱中的林妈 于是我轻轻拉住 闲的阴凉的手指说 回到舱里 去瞧瞧林妈吧 我们也该早些睡 明天就要到上海了 啊 真的就要到上海了呀 她嘀嘀说了一声 似乎别有会心似的 我不知道 她究竟又在想些什么了 感谢您收听 有声小说 结婚十年 欢迎订阅雨天的频道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